欢迎回来全美瞧一瞧 俗话说得好 内在美才是真的美 在人与人的相处中 除了外在的形象 待人接物的礼仪以及沟通技巧 也决定了你在人心目中的重要 那Jeffrey我们想请问你一下 这方面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 就是比如说待人接物的礼仪啊 还有 沟通技巧的方面 谢谢Lucy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黑头发 中国人来说 其实我们是最注重礼仪这方面的 那因为一个形象 打造形象不是只是检验 但是从礼到外之外 所谓的你的心态定位 的确是很重要 就好比上一集 我们可能有提到说 如果说有 假如比如说你去一个 百货公司买东西 到了前台 他的形象虽然好 但是他握手 跟你握得没有力气 眼神没有对 互相就是 就是眼神对望了 你会觉得说可能就是不太尊重 或者说 你看 或者说他的脾气 态度不是很好 很不耐烦这样子 无论你的形象再好 因为形象 他不是只是外表 而你的内在里面的所谓一个态度 沟通技巧 跟商务 这个礼仪 占的空间是非常非常 看着这个成分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通过肢体语言 有时候可以表达一个人的情绪 是没错 的确 这样子讲好了 好比说就简单一个沟通来说的话 就是说好比我现在在跟你讲话 好比说你注意到我的嘴巴的 就是这些字 这些内容 只不过是占了7% 43%是我的整 就是说43%是我表现的这个expression 就是说我这个沟通的技巧 那另外占了大概一半半数 是我整个形象 那我们在初次跟人家见面的时候 要注意些什么才能给人家留下好的印象呢 你要讨论到 讲到对方的语言 所谓叫做 讲对方的语言 就是说我会 先很基本的跟你沟通 在沟通了一两句的时候 就大概可以明白清楚是 你大概是 例如哪一类的人 他比较乐观一点 比较开朗一点 或者比较随和一点 这个时候在跟对方讲 对方的语言是很容易blend in的 就很容易能够让对方接受 那在你讲话的一些沟通技巧 比如说你的声音啊 语调啊 都很重要 你要有亲和力 然后让对方能够容易接受 对这是伪前提 那在亚洲文化里面 很多生意都是在餐桌上谈成的 我们有什么餐桌以礼仪需要注意呢 哦 餐桌这个其实就是 我觉得很重要是说 餐桌这上面因为 所以我们有讲说是有分两个部分 然后第一个部分我们就讲是manner 另外就是叫common social skills common social skills OK那manner是怎么样 就是说好比说我们一堆人进去了 一个地方 一个桌子吃饭 你应该是都会是先请客人先入座 或说长辈先入座 对 然后之后慢慢自己在入座这样子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进餐的时候 冻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一桌人 但是他们都是会等的 是吧 等到好比说 就是host 或者说这是长辈 先冻了 或说之后就是动作必须要一致 不说一桌下来 好嘛就自己就开始吃了 这就是不太尊重 不太礼貌 不太礼貌 对对对对 那还有第三个也就是说 他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共场所的时候 你比如说你吃饱饭 那我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 你会打嗝啊 或说消耗不了啊 会有一些声音出来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很 很sincere的 apologize 就说excuse me 或说对不起 你要注意到自己的礼仪这样子 那还有第四个就是说 在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由于说跟一些长辈 或说跟客户 或说跟一些同事之类的 吃饭 我们最好夹菜是用公块来夹 这个也是我们要常常注意到的 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当你的吃饭的过程 骨头跟鱼刺 就你要装好 而不是随便就是往旁边吐了 或是吐在桌上 尽量的 不亚观 对不亚观 尽量让你 因为你坐的这个位置 这个附近的这一区 代表这是你的 好比说你的家一样 它会从你怎么样 对待你的这个区域 来决定你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很干净 或说你很会去organize 你自己的territory area 这个情况 还有这样一说 对对对 心理学 那我们怎样通过餐桌礼仪 来展现一个个人的风格呢 我觉得就是你不要太灵类 只要 就是说在你吃饭的时候 尽量就是保持在自己 应尽的范围之内 干净 礼貌 然后尽量不要太凸显自己 那很显然的 你在每次吃饭的时候 会议有分不同会议嘛 尤其是朋友聚餐 只是吃饭 吃饭就吃饭 但吃饭要吃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鱼头挖骨头 不要乱丢 你要确保你的桌上是干净的 那这个是为前提 那如果说是商业礼物的话 商业礼物我们就是不太注重吃饭 而是注重在 人跟人之间的交谈交集关系 谈case 谈project 是吧 那如果跟同事啊 跟老板吃饭 那可能就是 也不会注重公事太多 也不会注重太多吃饭 还是注重大家在谈心啊 交流啊 做朋友这方面 所以你必须要理解 你吃饭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饭局的意义是在哪 对 那我们有时候常常 不自觉的通过我们的肢体语言呢 会表达一些信息 那怎样才能 正确的表达一个肢体语言 以避免一些误会 我觉得正确的一些 表达一些肢体语言呢 我会觉得说 还是一样 要先听对方多讲 因为你知道对方 他传达的讯息的时候 你会知道这个人 他所说话的内容 是属于保守型 攻击型 或说 你会去判断 所以我觉得 在沟通技巧 最容易让人家接受的 也最好的效果 就是少讲多听 你听多了 你自然知道 他的点在哪里 那你再知道 从他的点上面去讲 帮助到他自己的 就是讲 就是说 讲对方的语言 他人家会容易 马上接受 因为对方会觉得说 你的确是在 就是关心他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们沟通技巧 会达成一致 要不然就是说 会一个正负极 的词练 你讲正极 我也讲另外一个地方 完全都是 讲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会很麻烦 所以我们 对身体语言 也要去通过判断 对方的那个情绪 还有性格 去做一个回应 对 的确是要听到 对方的 这个点在哪 你依照他的点 跟他 就是说 帮助他 然后讲一些 比较 好的一些重点 讲一些option 选择 让他去选择 那对方在觉得说 你在站在他的立场 来想这些事情的话 那你的沟通 就非常好沟通 对 那说话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门艺术 那怎样才能展现 一个个人的风格呢 最重要的就是 你必须要理解 你要对方 接收到你什么样的讯息 好比说 如果今天 是在一个会议室里面 会议室里面 所讲的东西是 在你的强项 在你的强项上面 打基础的 你这时候就必须要 把你的强项 给散发出来 我觉得沟通技巧 其实最简单 就是说 其实你不愿意用脑去 讲这个事情 想的越多越糟糕 没错 有很多人就说 想了一堆 然后隔天来的时候 就全部都忘光光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你拿你的心去讲 去陈述一件事情 去说一件事情 把你原本 你内心想到的 你将会做到的事情 把它陈述出来 那人家会 感觉到你的sincere 因为沟通技巧 最重要就是 人家知道 你的表达的用意 跟人家感觉到 你的这个传递方式 那当你在 表达用意出来的时候 你传递方式 自然会因为 你心里所想的东西 很正确 就去表达出来了 所以我们老生 常谈的一句话 就是用心去 与人沟通 没错 用你的真诚 去打动别人 没错 没错 对 那我们在演讲的时候 要怎样才能增加 我们演讲的感染力呢 比如说 很多人讲说 我们是不是要 眼睛要看 面对哪一部分的观众啊 或者是 声音方面 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对 我觉得其实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已经用心去沟通了 是吧 那但我们在 沟通的上面的技巧 千万记着这个重点 也就是 三个原则 也就是说 你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说 对方他的需求在哪 好比说 你在跟人家 任何 单独沟通也好 跟所有的会议上面 沟通也好 你的观众 他的年龄层在哪里 他们所要知道的答案 其实是什么 其实你基本上 你已经都知道了 那你会不会跟他们 成为一个 一致性的一个答案 或者说 会起一些冲突 会不会做一些拉扯动作 你在这的时候 你在上演讲之前 你又必须先想好 你的这个 这个common topic 然后 千万记得就是说 7%是在你的嘴巴里面 讲出来 陈述出来的内容 43%是你的表 整个表达的状态 50%是你从你的头到你的脚 的一个 这个appearance 所以整个主力 整个 整个统合起来 你就是 一个重要是 要让对方喜欢你 就这么简单 我 其实说到底 就是这么简单 对 没错 没错 那我们在职场里面 有时候常常会遇到 客户的投诉 这样让人非常的头疼 我们要怎样处理 才最合适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很多公司 他们都会注重在 员工的技巧方面 就是技能方面 但是很多公司 他们并不会注重 太多在形象上面 怎么讲 就是说他们会跟你说 怎么样去解决 这些投诉的 这些客服 可是你在客服的时候 我不知道如此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时候你打电话 你完全是觉得 人家是在背台词 他没有在真正是 去了解你 也不会去care 但是有些反而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跟他讲 慢慢谈一谈 原来慢慢的 就好像变朋友一样 在聊天了 是吧 这个时候就是会让大家 明白 清楚明白知道 你客服 除以客服的时候 对方其实是可以感觉到 你是不是用个心出来 在跟他沟通的 还是你是在念 script 是两回事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觉得说在 无论说在 有效地在谈 谈论 演讲 或者说在 解决客服的时候 你必须要 集中三个原则 就是第一个是 为什么 why 然后how 就是如何 然后what happened 就是what 然后用什么 就是用什么东西 去解决它 就任何时候 我们都必须先了解 你的root cause 解决这个why 为什么 之后我们再 以此推算 然后就再给他们一些options 让他们去选择 那最重要还是 back again 你的声音音调 跟你有没有用心 还是你是用照备的script 你要自己去想清楚 这样 所以我们要表现的 我们其实真正在听 他的问题 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 没错 是的 我们有时候 跟人家发生争吵的时候 在负面的情绪的影响下 有时候常常会说一些 让我们后悔的话 那我们怎样才能管理 我们的负面情绪 还有管理我们的压力 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 每天都会发生的 就是说在现在的压力 这么大的 这个体态生活下面 我觉得说 会发生很 每天都会发生的是 怎么样 就是说老板会给你压力 员工会给你 碰结压力 然后家庭因素 朋友因素之类 等等的 我觉得最重要 其实你平常日常生活 就是要有一个正规的 一个做习习惯 你要有适当的一个运动的 一个习惯 一个习惯 你要把一些专注力 你这叫做一个生活的 life balance 也就是说 要有自己的harvest 你自己的爱好 我喜欢登山 我喜欢游 我喜欢踩脚踏车 我几点几点的时候 一定要做某些事情 你如果说你百分之 超过八十到九十 都放在工作上面的话 你的专注力就只是在这一方面 而你没有自己一个 普通一个培养的习惯 当你在百分之八十九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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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凝注力的习惯 的 习惯在这个八十九十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改 有改变了 你仍会有压力 因为你就觉得不自然了 但是你全身关注 都是在这八十九十之上 所以我是比较建议 各位观众也是一样 就是说希望你的在生活体态 能够保持在五十五十 有自己的喜好 再加上你自己的一些嗜好 这样慢慢的养成习惯 那你对任何事情 你都会是全力以赴 对 非常感谢 那我们今天呢 Jeffrey向我们介绍了形象 还有社交技巧方面的一些小贴士 那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在社交还有商务场合 都有更新的发展 感谢收看今天的全美乔一乔 我是孟璐西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